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风险比较确定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通过自己的手段 或者是一些组合 一些投资策略 那么去规避风险 甚至转嫁风险 金融本质上发明出来就属于转嫁风险 对吧 我们觉得未来澳元要升值了 那我们现在可能人民币想要换澳币换不了 那我们就买涨澳元对人民币的看涨合约 所以金融本质上是一种风险的转接 那么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可以获利赚钱的一些方式和方法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本末导致了为着追求利益而避开风险 或者是忽略风险是不对的 那么为了避开风险而去适当的得到利益 那么这个出发点是正确 就是说风险始终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么赚钱是排在第二的 巴菲特也说过 他老人家说不亏钱就是在赚钱 在集中市场上谁能活到最后才能笑到最后 哪怕你前十年每年都赚十万块钱 到最后一年亏了百分之五十 那其实前十年的时间就前功尽弃了 那么我们呢是成立于一九九八年 那么目前呢上线了很多的澳洲股票和美国股票 当然了本身呢这些股票啊 大家可以使用适当的一些杠杆 也可以做空和买涨 我们也一直在强调 大家可以适当的参与一些类似的交易方法和策略 以前啊我们都说买股票 然后长期持有 那么到明年这个消息啊 或者这个方法就不能再用了 你买了一直放在那儿 那么说不定每一天开始下跌 那么跌了速度呢会超出以前的一个预期 那么大家会发现 哎零八年零七年 我都在涨 结果零八年没出来 我再等等 我再等等 结果到零九年发现 哎前十年的涨幅全没了 就是我刚刚讲到的 你前十年哪怕都在赚钱 那么到第十一年 你开始赔了 一赔就赔了个百分之三四十 百分之四五十 其实你之前赚到的利润 基本上全进去了 因为假设你本金是一百万 十年之后翻了一个倍到两百万 那么你再亏个百分之五十 是不是回到解放前了 所以说呢 这样的一个情况 大家要注意一下 每一次每一笔的投资呢 就要谨慎对待啊 就像像找媳妇一样 我现在呢在city出租房子 那么房客呢就很有意思 有的房客呢 我刚刚建的这个 拿了个小本子 记录一下我房子的结构 画了个结构图 然后呢上面每一个地方都标了 是放了什么的家居 然后呢有很详细的一些问题 他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问我问题 我回答问题 感觉像在审我一样 那回答完他所有的问题 然后他就找前面的资料 我才发现 他看的每一个房子都认真的拿笔记起来 然后同样的流程 然后他能顺迅速的找到 比方说QV的房子是什么样的户型 什么价格 那么他是什么条件 很清楚 那么这样的话 他整个概念就有了 我们做投资也是要这样的 这个小孩子 我觉得以后前途无量啊 对吧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你做任何一件事情 都是非常仔细认真的 你买股票一样 那么你就要做好工作 把同类型的股票都对比一遍 看看他的管理层 到底都是30多岁的还是40多岁的 如果一家互联网行业 他的管理层都是20多岁的 那你就不要碰 现在中国很多倒闭的公司啊 都是一群年轻人 年轻人20岁出头 大学生刚毕业 前几年中国流行大学生创业啊 结果创100家公司 倒闭99家公司 对吧 那你投了这个钱就打水漂了 像我们非常狠傻很天真的啊 投了很多当时呢 叫做ICO的一些初创公司啊 全军覆没 亏得非常惨 这个故事也跟大家讲过很多遍了 亏了这么多钱 我们才买了这个教训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再同样做同样的事情啊 一定要 我们攒钱不容易 大家一定要珍惜的对待自己的每一笔资金 这个呢 是我觉得2020年 我们最需要注意的 就是规避风险 尽量降低风险 哪怕我控制不了这个风险 比方说今天出车啊 上班啊 CT非常堵 那么我是一个新手 或者说我是一位女司机啊 之前呢 基本上都是开在这个高速上啊 不堵车 但是进进城了 进CT了 我不会开 我不敢开 那你就不要开吗 哪怕你打个Uber 打个车 坐公交啊 坐bus 你都不要自己开车 因为这个风险对你来讲是不可控的 那么在CT有一些车库啊 门这个非常窄 像Wilson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CT停过车 Wilson的停车场 非常窄 我每次进去都要拐个挖 都要挪个三四四 连我都这样 所以呢 很久 很长时间里面啊 我就不在Wilson这里面停车 哪怕我会停到比较远的地方 然后再坐电车到CT里面 比方说停在这个Royal Park 或者是停在这个Flinders附近的公园 我也不会停到CT里面了 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因为我不愿意去冒这个风险 那么大家在做投资的时候 一定要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啊 都结合在投资世界 投资的这个市场里面 其实投资就是很简单的啊 你平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么你投资的时候就要做你自己啊 做自己就好 别天天听那些股评价啊 当然我们也也算股评价的一部分 所以我的股评价呢 只能是给你参考 因为他们讲的是他们的人生阅历 带来的一些投资的策略和逻辑 或者是他们背后呢 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 怎么说呢 内幕关联 尤其是中国大陆的一些股评价 可能他推荐这些股票 别有用心 对吧 我们作为散户也不知道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风险的本质 就是说你做好自己 做自己就可以了 那么不要去碰你不熟悉的 或者是你要尝试新东西 没问题 你先对比啊 拿个小本子记下来 那么你做外汇也好 做黄金也好 你要对比 做股票更是这样 股票很容易对比 因为同行业的公司很多 你一笔财务报表 你就能看出来 这样的话 你才有进步嘛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2020年给大家的一些 交易心得也好 或者是投资的一些逻辑 那么我自己的话 叫JK JK王 那么在明天早上的广播呢 是由我们的 同事Coco来做这个广播 早上8点半 1341AM 摩尔本电台 那么下周一呢 会由这个 我们的Wanissa 也是一位新同事 那么下周二呢 可能是由Joy 是三位女生 来做三天的 接下来三天的 早上的8点半广播 也给大家带来 不一样的这个 声音和不一样的 怎么说呢 喜好吧 有人可能 麦克总说 大家天天听 两个男人在讲话 可能有的男人 就喜欢听女人讲话 对不对 那我们就换女同事上 所以呢 我们也是与时俱进的 投资也是这样 投资行业 如果你不变的话 那么等待你的 就很麻烦了 因为一成不变的 投资策略是没有的 什么懒人投资策略 你不动脑就想赚钱 那么就是中国的P2P 对吧 你不用动脑 你也能赚百分十几每年 那样的问题 迟早会爆发出来的 并且一爆发 就是一个大的骗局 或者是一个大问题 可能你损失的 就不是像你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投资亏损这么多 而是百分之百的本金 全部没有了 所以呢 懒人投资 或者说是什么都不做 我们就想赚钱 很难 大家一定要学习 学习才能成长 我们今年呢 有很多投资者表现非常不错 那么最高的也有几百万 赚了几百万 那么少一点的话 大家赚了百分之几 二十几 都是非常普遍的事情 当然也有亏的 亏的呢 整体比例占比非常小 并且金额很小 可能就亏个几千 一两万 这样子的一个亏损额度 那么赚的话 都是赚的比较大的 所以呢 我们也非常的欣慰 在墨尔本呢 我们推荐也好 给大家提示 或者是交易的一些策略 都是非常有效的 另外呢 今年同样的 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投资报告 包括上次网课给大家讲到的 摩根斯坦里 还有现在我们有客户 给我们发来一些 像City Bank的 这些资讯 大家都可以去拿 拿到之后呢 去看一下 哪怕自己不看 让自己的孩子去看 让他们帮我们翻译一下 这个英文 翻译成中文 是什么样的 明年的金融形式 世界的经济格局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预期 如果明年所有投行看 都是看空的 那么其实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风险 他看空的理由是什么 现在呢 大家都说经济不好 但是呢 经济不好 有一个 最悖论的东西呢 就是今天公布的这个瑞典央行的消息 大家有没有看新闻啊 今天瑞典央行 加息 现在大家都在谈降息 那么看这里 今天呢 七点半的时候 瑞典央行加息25个基点至0% 结束了近五年的负利率政策 大家注意这个消息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瑞典美国对美元 对瑞典克朗啊 短线上扬 从9.4啊 上涨到了 应该上涨了1%左右 那么外汇也有变化 股市也会有变化 央行开始加息 尤其是瑞典央行 退出了这个负利率政策 这个消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般人呢 可能不知道为什么重要 大家可以想一下 因为整个金融市场上股价的上涨 主要是靠负利率在推动 那么现在有央行开始加息了 并且是瑞典央行 原来是负利率哦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你想象一下市场会怎么反应 是不是欧洲股市开始下跌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欧洲股市开始下跌 那么欧洲股市呢 在这个时间 12月19号 这是平台时间 也就是在我们数这是五分钟图 那么现在呢 是8点11 也就是说过去了40分钟 应该是八个五分钟图 我们往前数八个五分钟图 啊 二 四 六 八 对吧 是这个当时呢 开盘价格应该是一万三千两百点 两百二十五点啊 一万三千两百二十五点 那么最低呢 是下到了一万三千一百六十四点啊 从这个最高点的话 应该是接近跌了一百点不到啊 接近一百点 那么从公布消息以来 基本上下跌了 八十点 六十点啊 这是 德国指数 对吧 很简单 你看到了这个消息 你马上做出第一个反应 那么就是欧洲股市要下跌 就这么简单 那么短期的影响呢 会传递到机构里面啊 机构看到这个消息会做出类似的反应 但是我们散户看了这个消息 哎 看了就看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 降加息又降息的啊 无所谓过去了 就结束了 但是机构会看到 他未来要调整自己的投资 结构了 尤其是股市方面 以前呢 可能买一些啊 垃圾股票或者是不差钱啊 不是差钱的股票啊 比方成长类的科技类的股公司 今年表现都非常好 为什么科技类的啊 表现好呢 很简单 科技的成长预期要高 但是呢 现金流不好 这些公司呢 往往在负利率或者低利率时代表现非常好 因为他本身呢 他是要负债经营的 也就是说他是要借钱经营的 比方说我的公司啊 今年亏了一百万 我去银行再去贷款一百万 我明年又亏钱了 那么这种时候呢 如果是负利率 证明我每年需要还的钱是在减少的 大家懂吧 因为如果利率是正的 百分之十的话 我其实我今年亏了一百万 我相当于是亏了一百一十万 因为我年明年还要把这个钱补上 但如果是负利率的话 我亏了一百万 相当于我亏了九十多万 九十五万 九十六万 因为有减掉通货膨胀之后 还是个负利率 所以呢 这个问题呢 就很明显了啊 所以科技类的公司在今年的表现是最好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美国的科技行业 尤其是纳斯达克股指 现在的话啊 价格已经涨了非常非常高了 看一下纳斯达克 那么在未来呢 纳斯达克表现呢 会比较差 但是可能啊 不是这一天 我这里写的呢 PPT写的是什么呢 给大家看一下 是瑞典结束负利率 开始加息 结论呢 就是股市进入最后一波接力赛 那么之前呢 我是在十月份看空股市 到了十月底 十月初的时候 马上扭空为多啊 开继续开始看涨股市 因为很简单 你要认错嘛 但是到了现在 我非常开心 因为这个开始结束负利率之后 加息 那么预示的股市已经进入了最后一波的接力赛 那么在最后一波的这个接力赛的过程啊 他可能跑一圈 也可能跑两圈 但绝对不会再跑十圈 所以呢 他可能不会马上跌 但是呢 可能要一个月跌 两个月开始跌 那肯定不会说一两年之后再开始跌 所以呢 这个就是最后一波的意思 就是说你可能在短期内看不到反应 那么在中期肯定会有反应 因为他不会到长期 那么假设我们以三年以上为长期 一到三年为短期啊 为中期 那么一年以内为短期 那其实呢 最后一波接力赛的意思 他就是在短期和中期的一个交界处 到明年 其实股市就非常危险了 那么尤其是政治方面也不太确定啊 除了这个消息之外啊 我们做空 看一下今天晚上表现怎么样啊 能不能赚到钱 那其实就是在刚刚这个位置 假设我们现在进场啊 大家做空 那我这做空了十手 大家可以做空一手 看一看 玩一玩啊 赌个大小 是不是 设个止损 我觉得不需要设止损 如果是一手的话 不太需要设止损 因为一手的这个风险比较低 你往上涨一百点 才亏一百块钱吗 你往下跌一百点 才赚一百块钱 所以大家做一手就好了 我们就按照这个十手的数量啊 乘以十分之一 就是大家的资金啊 看一下今天晚上 能不能赚个饭钱出来 如果赔个饭钱的话 这样 大家圣诞节来购买 我请客 如果大家赚着饭钱了 大家请客 这个比较简单 因为你一顿饭 无非就是几十块钱的事情嘛 所以呢 看一下一小时和明天早上的情况啊 如果是大家赔钱了 明天早上到明天早上赔钱了 或者今天晚上赔钱了啊 大家可以来跟我说 我请大家吃个饭 几十块钱还是请得起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短线的一些操作 那么短线 他可能刚刚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啊 尤其是美盘看到这个消息 可能会对自己的投资策略 做出一定的调整啊 但这个调整不一定会让股市大跌 但是呢 会有小跌 我认为还是会有的啊 就是说比方说跌了个百分之一 百分之0.8 0.7 还会有的 因为机构不傻呀 机构会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指数啊 股票指数啊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了 那么还有一个消息 最新的消息 德国将在2020年发行价值 60至80欧元的通胀挂钩债卷 通胀挂钩债卷 很神奇的名字啊 跟通胀挂钩 那么其实呢 政府也在赌博 对吧 很多时候呢 我们老百姓不懂的东西啊 这些高大上的术语啊 其实都是在骗老百姓的钱 很简单的道理 你说这个保险啊 到底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 保险行业 包括巴菲特靠保险公司赚了那么多钱 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 他的保险到底是为居民或者人民 创造了更多的收益 还是说为股东创造了更多的收益 有的时候我们要换一个决策角度来考虑问题 部分的公司的股东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 是反向的利益 对吧 股东赚的钱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我们老百姓 老百姓的钱转嫁给了股东 通过服务和消费 对吧 转嫁到了少部分的股东人的股东手里 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为什么人类社会的财富啊 在资本主义这种结构里面 他的从大大部分的群体啊 转移到少部分人群体速度更快 因为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和这种消费啊 以及这个社会结构啊 经济结构 不停的从底下 像像这种吸尘器一样啊 或者是这种吸水的这种感觉啊 从把人民财富从大海里慢慢往上吸 吸到云彩上 就这种感觉 所以呢 不管他创造出再多的这种金融产品啊 什么通胀挂钩啊 或者是结构化理财啊 啊像ctbank啊 或者什么跟斯大利这种投行 经常会卖一些结构化理财产品 跟大家讲 我可以给你百分之四点几的利息 给你百分之五点几的利息 其实呢 它是跟经济或者是股票挂钩的 比方说跟通胀挂钩 意思很简单 就是通胀率达到百分之二 我给你百分之四的利息 如果通胀率达到百分之一 我给你百分之二的利息 如果通胀是负的啊 或者是通胀是零 那我就不给你钱了 所以呢 本身它其实就是一种对赌协议啊 但是对赌协议其实是转嫁了国家 或者是机构的风险转嫁到散户身上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呃一个电视剧啊 我这里有一个书单名字 给大家看一下电影和书籍列表 大家去看一下这些电影 非常真实的反映出来了 目前这种生经济结构啊 的这个不合理的地方 赚几百万是做什么产品 抓住了什么机会 好马上就给您看啊 这个刚刚我们刚开始说到了 有客户赚了几百万啊 是我的客户啊 跟我关系也不错 我去上海他还请我吃饭 啊哎大家开始赚钱了 有没有人赚二十四块钱 饭钱出来了 你平不平仓啊 有人如果是刚刚跟我一样啊 开了十手或者是十手 现在赚一百九啊 刚刚我们赚两百多 那么如果开了一手的空单的话 现在是赚二十多啊 你赚个饭钱是可以出来的 没问题的对吧 所以呢这种时候啊 就考验人性了啊 有的人呢做个短线 二十块钱的就出来了 有的人呢做个短线 赚个一百两百就出来了 所以呢赚多少钱 就看大家了 那么我们知道的就是呢 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里面 哎这个时候呢 做空赚钱的概率更大一点 那我们就去做 到底是赚多少钱 你想赚一千块钱 还是想赚两碗钱 这个完全大家自己决定 我们这个时候呢 可以有两种办法 一种呢叫做设止损 止损呢就设在开盘价格 比方说我现在赚一百九 那我的止损就放在赚五十块钱 我保个五十块钱 我赚顿饭钱啊 今天晚上请Gordon 跟Gordon算了 不说请他了啊 跟他一块吃个饭 那么可能花了个一百五十五块钱 我俩吃个饭 那我就可能赚 保个本一百五十五赚到了 我就走人了 所以呢 这个大家完全是根据心情来的 那么也有可能啊 就像现在一样 他价格又上去了 这个时候呢 做短线人千万不要 因为这个价格波动啊 影响到了心态 因为如果我们只做一手空单的话 那么我们知道 他往上涨一百点的概率 那么是从13200涨到13300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最多就亏一百块钱 止损离场了 但是呢 今天晚上我们假设 头往下走的概率更大 能多赚个200块钱 那么我们的盈亏比就是一比二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继续等待 所以呢 在某种程度上啊 这些投资的小技巧 大家要去抓住 那么你到底评不评啊 其实我就等到网课结束的时候 那么看一看到时候的表现 那么现在我们先不管这个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 今年啊 那个赚了上百万 或者是赚了几百万 其实上今年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机会 有三波机会 都是这个产品 澳元兑纽币 这个也是老生常谈的一个投资策略 哎呀 太难看了 这个线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算了 就先这样给大家看吧 黑乎乎的一片 好了 这个呢 就是澳元兑纽币的整个的走势 那么我们不看这么长远 我们看的短一点 看一下日线 好了 日线呢 我们回到今天 日线很简单啊 下方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有一个低点 两个低点 三个低点啊 形成了一个短期的一个支撑 那么第一个低点的位置呢 就是在这里 这是在三月份的时候 三月份 那么第二个低点呢 是在这个位置 八月份 然后呢 我们有两个高点啊 第三个低点就是在今天啊 今天我们也是发发消息了 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当然今天因为啊 这个过节嘛 比较慵懒啊 所以说没有发的特别多 这个消息 就是让大家买澳元兑纽币的 呃 就是这样的一个图 所以呢 在今年呢 从1.03 附近 涨到1.07 附近啊 或者涨到1.08 附近呢 是有两次 那么这两次呢 我们可以算一下 如果你从1.04 进场到1.07 啊 我们不算那种到1.08 大的极端情况下 那么是两次300点 一共600点 那每次呢 你都可以赚30%左右 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你可以说啊 我可以赚的更激进一点 那你可以再翻倍 赚60% 也是没问题的 这个算法很简单 比方说1.03 1.04进场 现在1.04吧 那1.04 跌到1.00 我们最多亏4% 10倍刚刚 最多亏40% 20倍刚刚 最多亏80% 对吧 那么好在我们今年呢 啊 依旧是符合历史的一个情况 从来没有跌破过1 那么赚80% 20倍刚刚 或者你用满刚刚做 25% 就是25倍刚刚 啊 那么从1.04 跌到1.0000 我们就爆仓了 啊 我就1万块钱就没了 或者5万块钱就没了 那么胆子大一点的人呢 他相信这个规律 相信澳元 使用要比新兰纽 比较贵一点点 那么他就敢于满刚刚去做 就是25倍刚刚 所以呢 从1.03 或者1.04 涨到1.07 1.08 大概呢 4% 那我们乘以 25倍其实就已经翻倍了 那么今年就翻了两四倍 那么你拿出50万 那么第一年 第一波赚50万 第二波赚50万 就100万到手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比较稳定的行情 那么如果你觉得没有信心 觉得他可以跌破1 就澳元始终比纽比贵 这个逻辑呢 有风险 那么你就让一点力出来 那你就用个10倍杠杆 也就是说 从1.04 跌到1.0 我最多亏40% 我10万块钱 我最多亏4万 那他跌到什么时候 我爆仓呢 从1.04 跌到1.0 亏40% 那么从1.0 再往下跌到 0.96 或者0.94 我才爆仓 跌到0.94 统治们 澳元比新兰便宜了 还便宜了6% 怎么可能 对吧 所以说呢 便宜这么多 就基本上不太现实 所以呢 你用10倍杠杆 做这个产品 是比较稳的 那么今年30% 30% 两次60% 那么你要是再觉得风险高 你赚个10% 行不行 对吧 你赚个10% 那么你就相当于是没用杠杆 因为你每次上涨 就是涨个400点 也就4%左右的一个赚钱的空间 所以呢 很多人就比较踏实 就是说他在1.05附近 像我们说的 我在1.06附近 我是不动的 那么跌到1.06以下 开始慢慢建仓 有的人非常有耐心 他跌到1.04才开始动 或者有的人就是挂在1.038 1.036这种位置 那么很简单 大家就能赚到钱 这个呢 大家一定要去关注 澳元对纽币的这种交易机会 因为实在是太稳定了 那么今天啊 这个图太难看了 我不看这个图了 我换一个图 换一个MT4 MT4和MT5的软件啊 本身使用的会稍微有一点差别 包括图表的上面的这个图表情况也会有一点差别 因为两者的API接口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不影响大家交易 交易起来都是一样的 这里我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MT4的我已经是做好了这个固比均线啊 我们天天看受固比带入固比的熏陶 找到澳元堆纽币 添加模板啊 添加进这个带入固比的模板 好了啊 这个就比较好看了 啊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在今年呢 其实有这个几次啊 这是3月25号到了1.02几啊 这个是8月7号6号又到了1.02几 所以有的人啊就在底下挂单 运气非常好 那么今天啊 今天也跟大家部分人说啊 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没有跟所有人说 那么今天呢是一个向下 最低到了1.0366又瞬间回来了 那么跌到1.0366呢 我的挂单是激活了的 因为我挂到1.0366和1.0380啊 部分订单 但是挂的不多 然后呢 他就迅速上来了 他先下的原因呢 是新西兰公布GDP数据啊 新西兰的GDP表现还可以 但是呢 有两组数据一组好一组不好 所以走了个微型反转啊 跌下又上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移动 什么叫移动呢 就是啊 他在1.0400整数位啊 没有跌破 对吧 大家看一下1.0400啊 这个位置碰了多少次 12月9号碰了一次 12月10号又碰了一次 12月16号又碰了一次 到昨天和今天又碰了一次 那么碰了这么多次都没有跌破 那么1.0400就非常的坚挺了 那么好了 我们现在就看到这个顾比军线上面的这个维加斯通道啊 两条黑线 那么现在呢 没有有效突破这个黑线 目前是在这里盘整 那么如果是未来突破了之后 基本上短期啊 这个一小时图形就开始扭转 往上走了 澳元对扭币 所以呢 这个产品大家一定要关注 并且一定要去买啊 不能光看不动 风险很简单 风险也跟大家说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啊 他就是往上能涨到1.08 往下跌不到1.00啊 所以说你同时像我们买AMP股票一样 两块钱的股价 你说跌到零可能吗 不可能 但是从两块涨到四块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那你就去做嘛 对吧 你投个几万块钱 一两万块钱 对我们来讲无伤大雅 哪怕你赔没了 那整个AMP公司都没了 赔你赔我们一起破产 但是呢 我们损失的就是一两万而已 但是AMP整个公司垮掉了 所以呢 他如果是公司股价是翻到四块钱 这个概率远远比他跌到零 要高得多 所以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数学逻辑 那么澳元对纽币也是一样的 那么下午呢 这个早上十一点半应该是啊 十一点半的时间 澳洲公布了这个就业率 数据表现不错啊 所以瞬间又涨到一点零四四最高点 那么现在呢 短期这个五分钟的线 带着无比均线啊 开始慢慢的再往上爬升 所以呢 早上有的人不错啊 这一波就是从一点零三八零 赚到了一点零四四零啊 大概就是六十点赚到了 就这么简单 那么再往前看的话 其实在 今年初的时候 这次有一次闪崩啊 闪崩应该是崩到了这个 应该就是这一次 啊 这一次有一次闪崩 是最低是跌到一点零二六附近啊 这一波又是很多很多人赚钱了 所以呢 我们赚钱的这个客户啊 也不是说做什么特别难的东西啊 主要是做这个澳纽 并且很稳啊 基本上很少亏钱的 你大不了多等一等吧 等到明年新西兰大选 对吧 所以说呢 呃 大家如果想挑战一下 经常看看这个 呃 黄金啊 没问题 可以看啊 做少做一点 因为黄金现在大行情啊 已经不确定了 如果是加息的话 大家想一下 瑞典江行开始加息 加息的时候 什么不涨啊 黄金不涨啊 同志们 对吧 黄金是很难在加息的环境中 大涨的 因为这个时候呢 加息虽然经济就股票开始不涨了 但是黄金呢 因为黄金本身不产生利息的 所以说黄金也很难大涨 那么未来黄金上涨一些动力啊 目前也是在出现变化 那么这个时候呢 黄金的价格上涨和下跌 就不是那么确定了 啊 然后我们最近还推荐了一些石油 对吧 我们这个一直在推荐石油看涨 那么到了最近开始说觉得 哎 大家可以慢慢平仓离场了 因为涨到这里啊 石油价格差不多了啊 之前我总跟大家说啊 石油买涨还有个好处 就是因为赚利息 每年10%利息 那好了 你看 那么我相信大家都是在60 23块钱以下买的 对吧 比方说你在589啊 60附近买入 那么最近啊 又连续涨 一直涨到65块钱 那么本身呢 你在价格上 你不用杠杆 咱不用杠杆做 就赚了10% 好了 你拿了半年 还有5%到6%的利息 对吧 所以呢 你下来你半年 半年赚了个百分之十五六啊 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也没有什么风险 因为你没用杠杆嘛 好了 如果我们用个两倍杠杆 那么就赚百分之三十多 很简单的一些道理 那么石油的利息是多少呢 每天啊 大概1000桶是35美金 大概50澳币 1000桶就是十手 所以呢 赚钱没有那么难啊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些小的方法和这些小的技巧 好了 大家有问题啊 可以就是在question里面问啊 我们还是老样子 好了 英国刚刚公布了一些数据啊 不是特别重要啊 英国的这个英镑啊 波动很大 很妖娆 那么在此前呢 我们一直强调英镑是被低估了啊 因为我们说这个当时一直在说这个脱欧啊 或者是啊 议会选举的事情啊 那么最低是到1.20了 当时呢 我记得非常清楚啊 跟大家不停的去说英镑 已经是可能是这个下半年最大的最好的投资机会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还能记得 啊 有的人呢 可能在1.02破位的时候出来了 就是这一根线啊 就出来了 被扫出来了 就这根线 后面就没敢进 就比较可惜啊 因为我知道我是有一个客户是这样 这样的一个情况 没敢进 所以呢 后来我们是有进一些的 那么整个的话 一直到现在啊 最高是已经是到了1.34 涨了1400点 那么我们抓住的呢 大概是800点左右的一个行情 800点已经很多了啊 所以说呢 大家要注意英镑呢 是这样的一个交易情况 就说你可以跟 跟着走 比方说 刚刚开始涨的时候 这几天啊 你就可以跟涨 那么这几天也可以跟涨 这几天也可以跟涨 对吧 那你这几天可以跟空 前天的话 还是大前天 我在广播里也说了 这个英镑啊 涨不动了 道理很简单 它的利空 因素 慢慢的就接踵而来 那么看涨的一些因素呢 就没有了 对吧 大家都知道是 金融是买预期 卖市时的 那么现在呢 剩的都是一些对英镑不利的因素 所以呢 它自然就从1.34的高位跌回来了 现在是1.31 跌了三四百点 对吧 很简单的一些道理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说你在投资的时候啊 一些简单的方法啊 有的就是说小朋友都会用的方法 我们都去就去用一用 并没有那么那么难 这个呢 就是黄金啊 现在黄金真的是没有什么方向感 很多人说做黄金 你说最近黄金有什么好做的啊 都是横盘 没有任何方向感啊 买涨也不对 买空也做空也不对 对吧 但是他现在呢 整体啊 是在选择方向的一个阶段 在家这个过节期间啊 他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成交量 所以呢 黄金暂时就不要动了啊 不要去做 没有什么意思 对吧 那你看 他马上就要面临一个选择 底下是这个维加斯通道的一个支撑啊 跌也跌不下去 上面呢 又是非常强的一根下行的阻力线啊 压的也非常喘不过气 压的非常难受 就这样的一个图形啊 怎么看怎么别扭 没有任何的方向感 所以呢 黄金大家就可以不用碰了 如果想碰的话 可以等到这个圣诞节之后 欧美国家开始出 12月圣诞的消费数据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再会去 再去碰的 好了 这个是澳元兑美元 澳元兑美元呢 走势非常坎坷啊 其实大家可以做波段 澳元兑美元还是可以做波段的 因为整体的交易成本比较低 另外呢 它的底部啊 也比较明显啊 底部就是在0.67附近 那么往上啊 它也上不了 目前也上不到0.71 目前可能 如果要涨的话 因为现在美国特朗普出问题了啊 涨的话可能涨到0.707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维加斯通道啊 它两次突破失败 对吧 黑色的线 两次突破失败 到现在呢 还想继续第三次上涨 突破 这个我认为是可以突破上去 到0.69啊 涨个三四十点 还是有戏的 那么再往上 如果是涨上去了 那么就会到这个 0.701 0.701 就大概涨个100多点 所以呢 澳元还是有的做的 那么澳元山长 澳纽能涨到哪里呢 澳纽估计涨到1.05附近吧 目前涨不了太多 因为新西兰跟澳洲 目前基本上是同样的一个情况 好了 目前欧洲股市 基本上也不太动了啊 英镑呢 还是缓缓下跌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操作空间 所以呢 短线和中长线啊 就是这么慢慢去分析判断出来 另外呢 特朗普今天出事了啊 是这个被弹劾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特朗普的这个 这个问题啊 很多人应该看到了 就是 金石呢 也是很及时的公布了这些信息 那么 特朗普被弹劾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是这里 他是 这个 这是繁体字啊 不太认识 呃 因为我这个是众议院和参议院 就是接下来呢 就是参议院要对总统啊 这个 定罪啊 是否是呃 弹劾啊 进行投票 他需要有三分之二 也就是说 百分之六十七的参议院票数支持 所以才会被罢免 目前看的话 这个不太可能发生 因为两党啊 共和党和民主党啊 目前基本上是两党之争 各占一半嘛 大概 所以呢 除非是 有一部分支持原本支持特朗普的人叛变了啊 数十二三十个人倒戈了 才会出现这个特朗普啊 被罢免的一个情况 不然的话 少于三分之二的票数呢 还是要连任的啊 不是连任 还是继续担任啊 但未来呢 他就是需要做一个选举啊 未来就是美国特朗普总统重新选举 明年的一个总统 所以呢 美国方面也是有一定风险 但是风险不大 那么今天最大的就是几个消息 第一个呢 就是新西兰公布GDP 第二个呢 就是澳元公布失业率 澳洲 第三个呢 就是瑞典啊 瑞典这个加息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美方啊 旅行取消对华 加税啊 这种这个这个也是不错的啊 这个是关税方面的问题 好了 其他方面的话 我们就暂时不往下看了啊 因为基本上这些信息就差不多了 圣诞节期间呢 大家该玩玩 呃 如果是想要做交易的话 其实圣诞节行情啊 比较单一 目前我认为唯一可以做的啊 就是这个 澳元对纽元啊 然后呢 就是这个 呃 这个叫什么 德国股指啊 DAX30的空单啊 大家可以适当的做一做 尝试一下 啊 现在大家还是赚十七八十八九 啊 二十块钱 大家可以 就说如果是我们 大家这么多听网课的人啊 比方说我们现在有确实有五十个人在听网课啊 五十个人 如果有人是赚了两百块钱就走人的 觉得赚的够了啊 大家可以回一个两百 大家如果觉得赚五百块钱就走人 大家可以在问题里面打一个五百 我们看一下 就说啊 我们这样的一个小群体啊 大概五十个人的小群体 大家赚多少钱 我才觉得比较满意啊 当然就是短线啊 就是这种一小时内赚到的钱啊 比方说像我们刚刚是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就赚到了当时最高 我记得是两百多啊 所以大家就打一下 如果是我一个小时啊 做这种短线交易赚多少钱 我会平仓啊 大家可以打一下啊 有人说已经赚了两百 请客吃饭啊 我刚刚刚刚刚说好的约定啊 如果你赚钱了 你请我吃饭 如果是你这单赔钱了啊 你圣诞节来找GoMarket找我 我请你吃饭啊 好搞定一顿饭啊 基本上还是大部分人是两百一百就够了 所以短线的话 其实呢 我们做这种短线交易员来讲的话 基本上也是差不多的 因为如果是你想赚两百 你就会预期你要亏个一百五左右 那么一百块钱 一百五块钱 或者两百块钱 对于我们一小时的工作来讲 是可以的 我们能接受 那么一天是假设我们看盘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 那么如果我们每次都赚两百的话 那就是一千两百块钱 澳币一天的收益 就非常不错了 那么假设我们是一个小时赚两百 一个小时亏一百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其实呢 就是两个小时才赚一百块钱 那么一小时才赚五十 就赚的非常低了 所以呢 我们其实最大的还是回到了 刚开始给大家讲的 千两两就尽量不要亏钱 哪怕你少赚一点 也要不亏 因为你亏的话 其实你下一笔交易 就是为上一笔去做弥补 就我们总说这个男女交朋友嘛 这个男人找找找媳妇 就是上辈子 就是经常有句话叫 你造了什么念 找了我 对吧 当然我 所以说就是这种感觉啊 你你现在做的某一件事情 你做错了 那么你下面那件事情 都会要为你之前做错的那件事情 去做弥补 做交易就是很直接的 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个逻辑道理 你这笔做错了 下一笔就是要为上一笔 去弥补啊 所以说呢 大家每次我们看到这里打出来的 有人一百两百都是可以接受了 那么下一次呢 你就会定一个规矩 比方说我做短线交易 我赚就赚一百亏 我就亏六十亏八十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交易呢 就是很有规律去查询 好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主要内容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两种油的一个对冲套利啊 那么现在是赚八块九 当然这单开的时间不太好啊 这个是十二月六号开的 那么当时的差价呢 比较 比较大 就是开了 那么现在的差价也是不错的 大家如果想试的话 自己可以开 买 买一桶 空一桶去试着 做一做 风险非常小啊 所以说呢 但是呢 十二月和明年 十二月底啊 可能石油会换合约 所以说呢 大家如果是有较大的一个石油对冲的 交易的一个头寸呢 要去调整一下 比方说你有一百手 两千手啊 这样的一个金额呢 你要降低啊 我们是有客户专 就是说机构专门做这个的 那么要降低啊 降低到三十手五十手 那么原来有三十手五十手 你降低到三手五手啊 或者原来你只有两手的话 那就无所谓了啊 因为你亏不了多少钱 好了 这个呢 就是石油套利啊 非常简单 非常直白的一个解释啊 大家看这里swap swap 一个赚了45块九毛六 一个亏了12块八毛五 对吧 那么profit里面呢 就是一个是赚了三百九十九 一个亏了四百二十三 整体下来的话 赚九块一毛八 这个呢 就是石油套利 好了 基本上今天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啊 又加上赶上过节了 所以说呢 大家做投资的时候呢 我们就给大家这些建议和投资策略 那么再看一下就是 未来啊 有什么可以做的 因为在2019年年初的时候 1月1号啊 我们非常有幸啊 就是给大家做一些推荐 这些推荐呢 都是在youtube里面 我们在购买的中文部和购买自己的官方的youtube里面都会上传 那么在19年的时候啊 我们1月份做了一个非常精准的预测 这个我至今都觉得很神啊 这个是 19年的1月3号 当时呢 就跟大家讲 准备抄底 中国国家队开始进场 然后从1月3号开始 基本上呢 中国股市就迎来了一波 从2000多点涨到3000多点的一波大行情 大盘也上涨了30% 所以说呢 这个消息是我们给到大家比较确认的 那么在明年的话 中国股市呢 还是会有国家队在进场 因为国家队今年的业务业绩完成的不错 明年呢 还想再来一波 我们再来一波的话 就是会面临一个问题 到底是中资 还是港资 还是外资 那么这三方的一个资金较量 还是要看中国的政治 中国的政治目前可能国内不知道 澳洲呢 大部分人应该是知道了 目前的政治是出现了一定的 怎么讲的这个词 不确定性 当然了不是 就是不确定性是指什么呢 是指这种利益原来利益分配啊 或者是这种权力的结构 以及党派之间的这些关系啊 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我们也不会讲得很深 因为大家记得 我们这里是公开的上传 到YouTube媒体上面呢 再加上澳洲这边的这个领事啊 领事馆啊 大使馆一直对我们都非常不错 因为我们3CW广播啊 有的时候呢 会交流讨论嘛 就是我们不能评论香港问题 不能评论太多的中国政治问题 毕竟呢 我们在海外呢 消息也不是百分之百正确 所以也不会误导大家 那么中国的政治目前 其实大家从国内的新闻好友 应该能够看到 就是居民消费啊 就100块钱已经不够花了 我原来以为啊 这个去回国啊 以前就是说你赚个1000澳币 对吧 你回国换5000人民币 花得很爽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5000块钱 到商场逛一圈就没了 真的是逛一圈就没了 我买件衣服就要两三千 这个真的是不可想象 你在澳洲你买件衣服 现在我们马上波兴队要来了 打个折 100多澳币能买很好的了 那么在中国的话 你想你买同样质量的话 你可能要几千块 因为我做过小生意 做过这种电商 eBay啊 亚马逊 我都做过一些 那么在中国啊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一些阿里巴巴的小东西啊 很便宜的 大概几块钱 那么在中国的这些商场里面呢 卖到几十块 翻了几十倍再卖 我看一下 这里吧 这是英文的 带着大家做小生意 阿里巴巴呢 上面有很多货呀 大家自己可以去研究一下 就对比一下 同样的一件衣服啊 同样的一个饰品 装饰品 那么在这个海外市场 或者在中国大陆啊 他能卖到多少钱 哎 这个打不开了 我们可能给他屏蔽掉了 淘宝应该可以 给大家打开淘宝看一下 那么过去的网客呢 我们都会放在YouTube里面啊 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 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好像找不到了 这个eBay啊 大家我相信在欧洲都会用 但是上面我可以很负责 给大家讲过 基本上呢 都是这个 基本上一半啊 都是中国的卖家在上面做 所以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吧 这个小商品的这个价格啊 将会直接反映出来 两个国家的一个消费力 和通胀水平 那么目前呢 中国 比方说你买一个 发家 或者是买一些小的装饰品 一些小的耳坠啊 这种东西 可能网上原来的竞价呢 只有10块人币啊 8块人币 20块人币 放到商场里面呢 一卖的就是两三百三四百 这个是很现实的 就是说现在呢 同样的钱呢 在过去能买到200块钱的价值的东西 现在可能只能买到50块钱的价值的东西 我相信大家深有体会 前两天我朋友给我发来 在上海发了一个A2奶粉 A2奶粉打完折 要75块人民币 那么在 同样在澳洲超市呢 两块钱一盒的这个A2奶粉啊 两到十块钱人民币 那么在上海要卖到75块钱 当然呢 它会有运费成本 不过还是 说消费啊 这个水平确实是国内 现在这几年上涨的太快了 那么未来人民币的这个消费力啊 我们是存疑的啊 大家要注意一点 就是消费力 未来人民币的这个消费力和购买力 到底会不会发生改变 好了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有人说一下 看一下A50 A50 我们看一下 Tina50 Tina50 哎呀 这个太难看了 我们还是换回MT4好了 Tina50呢 目前有机构开始做空了 说实话 我知道了 有几家机构开始空仓了 呃 就在前两天 呃 空仓 所以呢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因为A50大分是白马股 蓝筹股 目前估值较高 医药行业 医药板块呢 也估值较高 所以呢 呃 不是很好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中国股市的一些情况 A50呢 我们就很简单 就看中国的银行股 券商股 以及龙头的这些茅台 呃 还有医药行业的这些龙头 大概看这几个就够了 A50还是比较好做的 因为它是有预期的 好了 我们刚刚只有一位朋友赚到钱了 啊 赚了两百块钱 很开心啊 其实大家做个一手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股指呢 一手就相应是外汇0.1 风险非常低 速度很慢啊 呃 大家看一下 刚刚是这个叫英镑啊 出消息了 但是英镑消息变化不大啊 最低点是1.03 3086 最高点是1.3104啊 大概不到20个点的一个阵幅 非常低 所以呢 刚刚那个数据不是很重要 我们就不需要看啊 像这种数据就不需要看 虽然是三颗星的 没什么太大变化 哪些数据重要 哪些数据不重要 大家拿个小本子记一下 就是我这就不说了 大家自己以后记一下 就平时你看到一个什么数据 哎 感觉这个反应很大呀 涨了三四十个点 四五十个点 哦 那你下次就知道了 这个数据很重要 一定要拿小本子记下来 像这种数据啊 我们就根据经验 刚刚也跟大家讲了 不需要看啊 连看都没看 那么它的波动的很小啊 就是三零九一一三一零零 大概十个点左右的波幅 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 啊 这个太慢了 那我换一个网页 给大家看一下吧 中国呢 我们一般都会看东方财富 啊 大家很多人都会看的 那么护身指数呢 是收复了三千点大关 现在是要年终的时候 死守三千点啊 这个没有办法啊 政治任务很艰巨 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个什么呢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和两桶油呢 基本上是中国上证指数啊 最大的这个权重股了 好卡呀 我们应该是有对中国的网啊 也是有反向屏蔽的啊 中国大陆总屏蔽我们 我们也反向屏蔽大陆的网站 好了 这个呢 就是我在这个确定will上面 也会发一些这个看涨啊 信号或者是看空的信号 我是在什么时候发的呢 我还不太会用这个 应该是23小时之前 给大家一个买涨的建议啊 大家看一下 AOD NZD 这里 23小时之前就已经公开的发表了 所以呢 今天上午上涨也是比较正常的 我们还是提前已经做好布局了 这个呢 是Tradingwill 大家可以 上面有很多人啊 不仅仅是我们 很多机构啊 或者个人都在上面做这些 啊 图形的分析 我在这儿呢 给大家看一下工商银行的股票 现在首先呢 把左上角这个英文换成简体中文啊 换成简体中文就后呢 就会发现 哎 变成中文的了 那这个时候呢 再找工商银行 哎呀 还是没有 工商银行的代码呢 是601398 好 出现了工商银行 然后呢 工商银行的图表出现了之后呢 我们点右上角的全功能图表啊 一步一步的教大家 Tradingwill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现在正在和Tradingwill进行合作 也就是说大家 在Tradingwill上面看到了买入和卖出啊 我们之后呢 就直接可以在这里交易了 也就是说购买去的客户呢 直接可以点这儿 就可以直接交易 目前正在合作的一个初期 那么工商银行的股价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现在呢 是震荡高位 对不对 从这个18年的6月份以来啊 目前一直是在震荡的一个高位 对吧 目前是6块钱 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阻力了 从19年到现在呢 目前6块钱一直没上去 这是工商银行 那么再往前的话 我们看一下中国工商银行的股价 有一次呢 2015年5月份 也是最高到了6块钱 没上去 那么在2017年 2016年2017年 我们都知道 那个时候呢 是中国啊 开始一波拉盘 工商银行呢 从4块钱一直拉到7块钱 这个拉的很猛啊 这个一看就不是小散户能干得了的 拉几万亿的一个市值的大盘 如果我们想看一些财务指标的话 在上面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有失盈率啊 失线率 像银行的话 一般看失盈率 对吧 失盈率的话 那好了 就在底下出现了 那么在18年的时候呢 拉到最高价格的时候 失盈率接近了9.6 我们知道银行到9.6的失盈率 就非常高了 正常呢 是在5以下是被低估的 那么目前呢 是6块7啊 这就是失盈率 那么如果我们想再添加更多的财务指标的话 我们看一下啊 股本回报率 现金流量表 我们看一下自由现金 年度的自由现金流量 好了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工商银行的现金流量啊 我们看一下 把它往上一点 对吧 就很清楚 那么2018年呢 是36万362啊 362个B链啊 一个B链就是10亿 362个10亿啊 我也不会算 这是3620亿吧 应该是这个数字 就是说他的这个钱呢 都会变化 那么直接会反映到股价里面啊 大家自己可以看一下 那么再添加什么财务指标呢 比方说 呃 股票市值 那我们看一下股票市值是怎么变的啊 股票市值跟股价的变化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嘛 因为中间没有增发也没有新股 然后呢 其他的像损一表啊 净收入 我们看一下净收入好了 所以呢 这个软件还是非常好用的 我们看一下工商银行的净收入 逐年增加啊 比比澳洲银行赚钱 澳洲银行呢 最近几年是有所下降的 那么好了 我再对比一下 对比谁呢 啊 我对比一下Westpac Westpac 好了 好了 那么我们很荣幸的看到了中国的银行和澳洲的银行进行了一场 啊 这势均力敌的较量啊 目前呢 到底谁更生一筹呢 这个橙颜色的呢 就是Westpac的银行股价 那么底下的K线图呢 就是中国工商银行的股价啊 我们看一下到底是投资哪个市场更加赚钱呢 目前来看的话两个表现差不多 如果我们从2011年开始投的话到现在呢 既然是中国的工商银行赚了42.89% 然后呢 澳洲的Westpac呢 赚了22% 啊 所以说中国的银行股啊 并不是很差 那我们再往前走一走啊 假设我们从2007年 看到现在 哎 竟然也是工商银行赚了17.4% 澳洲的Westpac呢 是亏了395% 啊 所以说呢 大家一比较就会一目了然 那么二者的银行股价 大家看一下 大部分时间啊 是同步上涨了 有没有 有没有很清楚的一个同步上涨 那么我们看一下 哎呀 啊 不好意思啊 进来了 我先等一等一下 先给大家正讲到激情处啊 突然就没了 这个地方 从2007年 我们知道2007年金融危机来之前啊 中国的工商银行啊 是涨了75%啊 短短的一年时间 价格上涨了75% 接近翻倍了 那么澳洲的银行股呢 Westpac呢 是上涨了30% 之后呢 2007年之后 2008年 金融危机来之后 两者同时下跌 大家看一下 下跌的幅度都是一样的 对吧 基本上都是跌到了38%的位置啊 比年初的时候 跌到38% 40%左右的一个位置 那么同之后呢 又再次上涨啊 我用这个数线给大家说一下 大家就知道这个小镜头啊 先是上涨 对吧 那么这个呢 是工商银行啊 底下这个镜头呢 是澳洲的Westpac 然后呢 Westpac和工商银行啊 同时下跌 跌到了这个位置 对吧 小镜头 然后开始同时反弹 反弹幅度也是一样的啊 反弹从下跌38% 变到上涨8% 两个走的是一样的 对吧 然后又开始下跌 横盘啊 一直横盘到2012年 然后呢 Westpac开始上涨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看到 Westpac开始上涨 是不是工商银行也要涨了 没错 对吧 所以呢 你开始买入工商银行 也没错 那么到了这一天 2014年的10月份 发现工商银行大幅上涨 那么Westpac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也是快速上涨啊 对吧 很神奇 对不对 两个不一样的国家的 两制银行股 基本上是同步的 对吧 尤其是2014年 这一波快速上涨 好了 上涨完了之后呢 又开始下跌 对吧 一直下跌之后盘整 中国的工商银行 也是下跌盘整 然后同时上涨 对吧 这一波上涨 然后中国工商银行 上涨的幅度更大 也是一波上涨 大家看一下 你画下来这个线啊 基本上都是一个平行线 对吧 然后两个同时下跌 两个又同时上涨 只不过最近 Westpac出了个丑闻 股价下跌的比较快 而工商银行 没出丑闻 还是涨了17% 到现在Westpac 是跌了3.95% 就是这么简单 大家一对比就知道了 那么我同时呢 添加两家的一个财务指标 看一下收入方面的一些变化 对吧 这个网站呢 是非常不错的 我认为 所以呢 如果是中国的银行股在涨 澳洲的银行股没涨 那现在好了 我们知道 那么我们可以买 澳洲的银行股票了 反之也是一样的 那么中国呢 在某种程度上 它的反应速度更快 涨幅更大 那么这个时候 会给我们澳洲的银行啊 或者是股票投资 带来非常好的 一个前瞻性的指引 我们就知道 未来股价会怎么变 大家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 又给大家打开了 一扇新的世界的大门 至少我们知道了 它未来是怎么走的 我们最希望知道的 就是预测明天嘛 现在就给了你一个产品 预测为明天 为什么全世界的银行股票的 股价变化 基本上是雷同的 尤其是大行 垄断了 像中国四大行和澳洲四大行 股价基本上是雷同的 原因大家自己去找啊 圣诞节没事自己去研究研究 为什么不同国家的 垄断性的银行行业 商业银行 股价变化 基本都是相似的 因为道理很简单 大家自己去查一下 到底是跟经济周期有关 还是跟国际资本流通有关 还是跟国际资产的一个 资产 你叫什么 忘了那个什么 叫什么表了 不是资产负债表 是银行有一个表 那个有什么区别 等等 还有外汇储备啊 外汇变化啊 等等 有什么关系啊 所以呢 大家自己去研究一下 整体的话 告诉大家这个结论啊 就是两者相关性是极高的 好了 感谢大家的这个收看啊 过去的网课都在GoMax 那么下周四呢 我们停一天啊 停一天到1月6号 抱歉 1月2号 就是隔一周 因为26号放假嘛 大家去说评 1月2号 我们重新回来 到时候呢 是我们同事 coco给大家讲 小姑娘啊 所以说呢 如果讲的不好 说的不好 大家多多包涵 继续支持 那么未来呢 就是我一天 coco一天 我一天 这一天 我一天 就这样轮着来 给我们新人 更多的锻炼的机会 也希望大家 如果是对他们的 有一些好的建议 或者是提示啊 都可以提出来 如果是想大家 找我们吃饭 都没问题 我们请客 虽然大家有赚钱了 但也是我们请客啊 因为钱不花白不花啊 我们有钱 所以说大家想吃什么 都可以跟我们说 那么大家在coco一句交流一下 都是没问题的 所以呢 看新闻 然后做交易 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 挪威央行啊 也是刚刚讲话 所以大家有时间 就看看新闻 如果是你下单之前 不看新闻的话 就不要下 你下单之前 做交易之选 一定要给自己 做交易的理由 你喜欢这个人 就要给自己 喜欢他的理由 我女朋友竟然问我 为什么喜欢他 我就想啊 1234 有这几点 我喜欢他 那么好了 这次说完这四点 那么下次 我再加一点 就五点啊 我就要继续发现 我为什么喜欢他 那你越发现越多 越发现越多 你会发现 哦 他的优点 原来这么多呀 然后你才会决定啊 我应该跟他结婚了 然后我才决定 应该哦 应该生小孩了 就是这么简单自然的一件事情 那你做投资也是一样的 你写下来 你为什么要买涨澳元 对纽币 这么多原因 好 你写下来之后 你发现 不买都对不起自己的钱 不买都对不起自己的智商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大胆去买了 那如果是你想买英镑看涨 目前这个情况 你说你为什么要买英镑看涨呢 就是今天 假设我们就说今天 那你为什么要买英镑看涨呢 对吧 所以你给不出理由 那你甚至都不知道 为什么喜欢他 你怎么可能考虑跟他结婚呢 怎么可能跟他一起相处 五六十年六七十年呢 所以说呢 你做投资 最好投资就是什么样的呢 你把钱放在那 结果发现 你忘了这件事情 结果两年之后 一年之后发现 哎 哇 你赚了好多一笔钱 好大一笔钱 这种投资就是好的投资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谨慎 未来呢 buy and hold strategy 虽然不好用了 但是我们依旧在这个市场里面 寻找最好的投资标的 就这么简单 感谢大家 下周四我们休息 那么1月2号 我们重先跟大家见面 1月2号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